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剧名播出 我是小力 我们来关注新闻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把好声称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 总计约2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其中包含M1A2坦克和FIM-92 独次便携式防空导弹 此事传到岛内后 有台湾网友怒斥美国流氓来要保护费 还有人讽刺台当局 称其就是帮美国倾库存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8号发布新闻稿 声称批准两项对台军售案 总价值22亿美元 其中包括受台M1A2坦克 与相关设备约20亿美元 以及受台FIM-92 独次便携式防空导弹 与相关设备约2亿美元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新闻稿称 美国国防部以就此内容 正式通知美国国会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透过新闻稿称 此次是提交可能进行军售的通知 不代表已完成军售 甚至扬言卖给台湾当局这些武器 有助于维持该区域经济进步等 台当局也与美国一唱一和 9号台外市部门发言人李献章宣称 美国持续对台军售 不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影响 然而美方的相关说辞和军售举动 传到岛内后 其目的被岛内网友看穿 有人直言 这是流氓来要保护费 还有人说美国就是来敲诈勒索 浪费台湾民众纳税钱 也有人批评台当局就是在当铠子 也有人说台湾买美国武器 就是在帮老美清库存 还不如买芭比娃娃 针对美国对台军售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号表示 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以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外来干涉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美台军事联系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合并稳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此外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9号在应询时表示 外交部已就美方对台军售一事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 美方此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坚决反对 美方应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再次正告民进党当局 任何斜阳自重 升高对立的行径 必将引火烧身 自食恶果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的驻台新闻观察员杨阳 来看看岛内媒体今天都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报道 杨阳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小丽 这两天岛内争议最大的事件 就是前面新闻我们提到的 美对台军售暗一事 各界都在塌伐 有台媒指出 民进党从30年前成立到现在 构建了很多虚构的梦 其中一个就是他们一直宣称的 台湾可以持续忽视两岸关系 只要寄希望于所谓的台美关系 但现实真的如梦里一样吗 今天台湾中国时报就以 美国不靠谱 民进党梦该醒了为题 要点醒民进党别再装睡了 文章提到 在此前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 所以凡是对所谓美台关系 寄予过高期望的民进党人士 恐怕要做好重大失望的准备了 文章指出 这次美对台军售暗 民进党当局奋力营造出 美国力挺蔡英文的形象 但是民进党恐怕需要深入地想一想 美国真的支持蔡英文吗 美国军舰如果频繁地出入台湾海峡 对台湾真的好吗 而此次特朗普的现身说法给了民进党上了一课 那就是美方关系的只有自己的利益 特朗普的字典里可并没有两肋插刀一词 即便美方卖给台湾大量的武器 这也只是将台湾看作一个大的贸易客户而已 美国政客口口声声地维护台湾安全 也只是说说而已 别再傻傻地信以为真了 所以近期我们可以看到 美方大量出尔反尔的表态 民进党当局需要深刻地认识大陆的崛起 这种态势已经势不可挡 美国阻止不了 台湾更阻止不了 台湾接下来理性选择只有是迎接大陆的崛起 可惜的是 民进党内部除了所谓分裂论 就是落后论 唱衰大陆声音不断 这些论调是完全不了解当前的外部形式 文章最后提醒民进党 应该关心台湾的前途和未来 要抛弃对美方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美方而言 台湾的所谓价值在于维护美国的亚太利益 何之则用 不何则弃 事关台湾民众长远福祉 民进党需要慎之又慎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观察 夏丽 好的 杨阳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近日被传出衰笔风波 有台湾网友发出了一段视频 称苏贞昌日前在出席 殉职铁路警察李承汉告别事实 签名后衰笔 引来不少的批评 对此苏贞昌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发文澄清 称自己是被一花接木 对此有媒体人指出 事实证明 台湾已有足够的管道和方法 可以应对假新闻 那台当局天天喊着 要严打假新闻 目的何在呢 热情的掌声 9号替公务员颁奖 苏贞昌满脸笑容 看来心情很不错 不过谈起衰笔风波 他却火气满满 忍不住在镜头前开轰 苏贞昌这么气 为的是在岛内网络疯传的短片 说他日前参加殉职的铁路警察李承汉告别事实 签名之后却衰笔 视频传开后 不少网友批评苏贞昌实在很不庄重 还有人说既然那么不甘不愿 就干脆别出席算了 对此苏贞昌第一时间就发文澄清 说自己被遗花揭幕了 我们家乡一直就有像这种前往吊上的时候 种种的规矩 执笔只是一种 一直到现在 大家也看到在吊上时不说再见 送毛巾标识等金 种种都有 各地也有不同 还原经过苏贞昌称 视频中自己出席的是一位屏东乡亲的告别室 并不是殉职警察的告别室 而他9号也坚持说法 称视频中的执笔动作是遵循家乡习俗 不过有趣的是 有不少当天在场的人士急于替苏贞昌辩护 却传出不同说法 当时在场的礼仪公司工作人员说 苏贞昌是因为圆珠笔没水 才会想把笔放桌上 同场的民进党金民代庄瑞雄也帮忙换夹 说当时苏贞昌动作是类似支笔 不是甩笔 这整个所谓苏贞昌吊警察现场摔笔的假新闻事件 前后不到三小时就被澄清了 对此台湾资深媒体人彭慧仙9号发表评论表示 从去年11月24号9合1选举之后 蔡英文所领导的民进党当局 再三强调假新闻泛滥之深 危害之列 甚至不断上纲到所谓台湾安全的层次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也提高相关法则 但事实证明 台湾媒体发达 又有各种社交网络 可以针对假新闻迅速进行澄清和说明 可为何台当局还要借着打击假新闻 不断动所谓安全法的脑筋 媒体人进一步指出 真的假新闻或是口误式的假新闻 不会流传的太久 但如果是台当局强行灌输给民众的假消息 假新闻 在公权力和资讯不对称之下 确实不容易对付 例如去年发生的普悠马事故 台当局一开始就带风向 只称全是司机个人的失误 随着通联记录曝光 才扩大去追查台铁内部的系统性问题 又如蔡英文办公室秘书长陈菊 在媒体上宣称 这四五年来 高雄的登革热案例数都是个位数 但根据台卫生主管部门统计 最近五年 高雄市登革热病例数 分别是2014年的14728例 2015年的19214例 2016年的316例 2017年37例 及2018年49例 这些数字跟陈菊宣称的个位数 天查地缘 这才是标准的假新闻吧 但为何蔡当局竟无人敢置一词 难道因为陈菊是自己人吗 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民调 已经在8号开跑 宣布不参加初选的王金平 当天却指导台北市万华区举办参会 习开53桌 王金平登台感谢大家 并露出口风 要求在场人士 在他发动联署时 要记得相提 这一说法在岛内政坛投下了震撼弹 外界猜测 王金平似乎有意脱党参选2020 这场聚会 是王金平透过前高雄市党部主委许福明 前考聚会副主委沈荣峰等人号召 出席人数众多 联获国民党内提名参选民代的林玉芳 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次子 台北市议员吴志刚等人 都到场拜票 并向王金平致议 结束参会时 王金平登台感谢大家 并露口风 要求发动联署时要记得相挺 现场反响热烈 王金平的这一说法 似乎暗示起将脱党参选2020 但晚王金平还率领青年子弟兵 前往蒙甲夜市 华西街夜市 吴州街夜市 以及广州街夜市 扫街拜票 对于采台北市长 柯文哲地盘 王金平这么回应 简单解释 谁也不得罪 王金平虽然退出国民党初选 仍全台走透透 不断积极造势 一下说要整合国民党的团结 不会退党 一下说2020会参选到底 日前他更质疑党内初选 有被民进党操弄决定候选人的重大疑虑 与参加初选的郭台铭内外唱和 根据规定 王金平如果脱党参选2020 必须取得28万多选民联署 才能成为候选人 外界解读 王金平呼吁支持者帮忙联署 是有意脱党参选2020 9号王金平在桃园出席活动时 进一步解释称 他此前一天的发言 主要是为了配合在场支持者 已经启动的连署并不是自己 要去发动连署 针对王金平近期的一系列动作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和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参选人朱立伦 都呼吁不应脱党参选 国民党要团结 王金平9号中午到桃园出席 王金平之友会成立活动 国民党籍民旦吴志阳 王金平之友新北总会长 卢嘉诚等人到场支持 卢嘉诚现场还帮王金平喊口号 这也被台湾媒体参测 如果不是和另外一位 关公好兄弟郭台铭搭档 难道王金平真的要脱党参选吗 因为据说已经有人开始帮王金平连署 王金平受访时解释称 是因为有人已经启动连署 所以呼吁大家要配合 他还说自己若真的要连署 就会遍地开花 即使连署了一百万张 那也是连署而已啊 会不会用上他 是另外一回事啊 由于连署参选被认为形同脱党 王金平虽然羽带保留 却也被认为暗含深意 那么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收到王金平的讯号了吗 而争取国民党2020提名的前主席朱立伦则表示 国民党不可以在初选之后有任何的分裂 团结都不一定会赢 不团结就是拱手让人 朱立伦说 自己即将要与王金平合体直播 王金平是国民党重要的大佬 一定会与党团结在一起 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于是否参选2020 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 不过却有蓝营市议员大动作宣布退党 支持柯文哲 甚至要帮他组后援会帮忙联署 而同一时间又传出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 日前脱口说出 2020这一局柯文哲绝对会选 引发外界的猜想 没有啦 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 宣布选2020 柯文哲态度始终暧昧 但现在却传出自家副市长邓家基脱口而出 说柯文哲绝对会选 你不要抖 你出来 你当天在现场你要回答 我是先走了 我没有继续跟他喝下去 这难道是副市长酒后吐真言吗 只不过柯文哲就算不松口 已经有蓝营议员先倒戈 我是五党我就支持五党 如果柯文哲参逸我就支持他 我再帮他筹署 第一个会员会就是300个台北市里长的会员会 里长我很熟悉 那目标就是帮他连署五万份的选择 那个要连署单嘛 曾经大算会投给柯市长的年轻人 都是脑餐 如今态度180度转变 钟小平大动作宣布退党 还说要帮柯市长组后援会 有时候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人常常就是随着时间慢慢在变化 钟小平出来选你要帮他站台 让我想一下吧 钟小平像气栏头白 还得看人家柯市长议员 不过现在议员这么一放话 让党部很不满 就算柯市长还没表态 但2020这一局身旁替他抬轿的人 已经准备好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今日头条 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 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剧名播出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第三届海峡两岸岳飞文化下令营活动 9号在台南市后毕中学 举行开营仪式 来自海峡两岸的200多名青少年 将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内 共同学习和传承民族英雄岳飞 精忠报国 忠孝传家的精神 在开营仪式上 两岸学子们同台演出了精彩分成的节目 海峡两岸岳飞文化下令营活动 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三届 率团来台的重庆市岳飞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岳朝军表示 两岸岳飞文化交流已经展开了近20个年头 为了续写出新的篇章 主办方近年来力邀更多的两岸师生 共同参与 共同交流 民众对岳飞是非常的崇拜和敬重的 那就是因为在岳飞的身上 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和我们的文化的正能量所在的 体现出来的精神 所以在民众中有良好的情感基础 以岳飞的文化作为桥梁 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 对两岸的青少年 这个都是有非常好的教育作用的 岳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 岳飞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宝贵财富 参加夏令营的两岸青少年 将在踏访历史遗迹中 传承民族精神 凝聚民族情感 同时在交流中 也将进一步增进他们的思想沟通 促进心灵气和 我们认为这样两岸的交流 让这些小朋友也能够在中校的精神之下 让他们去互动 希望能够这次的活动 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两个的爱好 然后偶像这些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聊起来的话题有非常多 就是互相加了微信 然后就聊了一下 然后希望如果下次有去大陆 可以找他一起玩 此次夏令营活动还举办了 学岳飞争文比赛 自今年5月活动启动以来 共收到两岸学子的投稿 330余篇 经过两岸专家老师评审 最终有61篇文章获奖 主办方表示 此次夏令营活动将在台南 高雄 南投 宜兰等地陆续展开 而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岳飞精神 两岸月飞文化夏令营活动 今后将会常态化举办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9号 欧盟委员会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发言人 马亚科齐扬契奇奇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表示 仍将尽最大努力维护伊核协议 欧盟委员会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发言人 马亚科齐扬契奇奇 当天在发布会上表示 伊朗近期的核活动违反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有关规定 欧盟敦促伊朗立即停止扩大其油浓缩活动 欧盟警告伊朗不要再采取进一步破坏伊核协议的措施 尽快回到协议中来兑现协议承诺 科齐扬契奇奇同时表示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一项对该地区和其他地区乃至全球安全至关重要的协议 欧盟仍将尽力维护伊核协议 伊朗政府7号宣布将提高浓缩油生产风度 不再受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对伊朗智能生产风度上限为3.67%浓缩油规定的限制 对于伊朗方面这一最新动向 国际社会给予高度关注 近期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呈现紧张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9号 在俄城市叶卡杰林宝表示 他不会做出任何导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复杂化的决定 俄罗斯消息报网站当天援引普京的话报道说 出于对格鲁吉亚人民的尊重 以及修复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的需要 他不会做出任何导致俄俄关系复杂化的决定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 谴责格鲁吉亚近期出现的反俄挑衅行为 并建议俄政府考虑对格鲁吉亚采取特别经济制裁措施 6月20号 俄国家杜马议员加弗里洛夫 在出席格鲁吉亚议会一场活动时 坐在格议长席位上发表讲话 引发格反对党和当地部分民众抗议 普京6月21号下令自7月8号起暂时禁止 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客运搬机飞往格鲁吉亚 6月22号 俄交通部宣布自7月8号起暂时禁止 格航空公司民航搬机入境 当地时间9号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的警方称 该市中央清真寺当天因收到炸弹威胁而暂时关闭 为了安全起见 警方一度封锁了该清真寺附近的街道 位于德国西部城市科隆的中央清真寺 是德国最大的清真寺 当地警方称 中央清真寺的工作人员当天早晨报警说 他们收到一封威胁邮件 称上午11点15分清真寺将发生破坏事件 接到报警后 警方立即封锁了清真寺及附近街区 并把清真寺里的大约50人撤离到安全地带 随后警方对清真寺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警方称威胁邮件中提到的11点15分最后期限过后 并未发生任何事故 据报道 目前德国人口已超过8100万 其中穆斯林人口总数排在法国之后 在西欧国家位居第二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万资讯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东南欧合作进程峰会当地时间9号 在距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约30公里的亚霍里纳山开幕 峰会当天通过宣言 各国承诺加强经济社会及文化领域的合作 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 宣言指出 各国在打击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以及有组织犯罪方面必须协调一致 当下要重点打击贩卖人口 武器弹药走私 洗钱和腐败等 印度尼西亚政府当地时间9号表示 将把来自澳大利亚大约210吨出口垃圾退回该国 印尼东爪哇省海关发言人表示 他们在四水查获了8个集装箱 按照货柜登记记录 这些集装箱内货物本应该是废纸 但海关人员发现其中包含废旧塑料瓶 用过的儿童药布和电子垃圾等 印尼环境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海关方面检查这批垃圾之后 环境部建议这些产品应该重新出口 声明说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和印尼的环境 特别是东爪哇的环境免受有毒物质的污染 当地时间7月9号 泰国警方对外通报称 他们于近日逮捕一名62岁的日本黑帮逃犯 据了解这名嫌犯是日本第三大黑社会团体 道川慧的成员 最近因敲诈在泰国的日本侨民而被逮捕 在日本国内他还因故意伤害 强奸和纵火等多起刑事指控 被日本秋田县警方通缉 泰国警方称 他们希望借助此次案件 阻止更多日本通缉犯 将泰国作为躲避法律制裁的藏身之地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中午会见